下個月銀子會有多一種面額 渣達銀行為了紀念成立150周年 會發行100萬張面額是150元的鈔票 而其中的1萬張還可以給市民自選號碼 有望樂恩報道 將面值150元的紀念鈔票以藍色為主 正面左邊有渣達總行的建築 右邊就有黃色阿拉伯數字150 鈔票以維港衛星圖襯底 鈔票背面就有一班不同年代的香港人 在山頂跳望維港 紀念鈔總共有100萬張是法定貨幣 其中會發行1萬套4連張 賣1,888元 6,000套35連張 每套賣1萬8,888元 單張的幸運號碼就有100張 會以底價分別3,000、6,000和1萬元公開競投 自選號碼就有1萬張 每張賣8,888元 每人可以選5個號碼 重複就要抽籤 市民可以在渣打分行 或者上網拿表申請認救 抽到的就會收到通知 10月1日領取 至於其餘約74萬張普通號碼的紀念鈔 每張就賣280元 每人限買10張 就會在10月1日開始在指定分行出售 頭4天在會展又得賣 因為我們的數量也有75萬張 透過我們所有的分行去開賣 也開賣會展頭4天 一個黃金周的假期 其實希望不會有很大的輪候的問題 渣打說收益會用來成立慈善基金 給本地的慈善機構 有線理事記者黃樂欣報道 黃榮國 市民對於150元的反應是怎樣呢 會不會打算用來炒賣的呢 黃榮國 我們都拿過新鈔票的樣本 給市民看過 市民看完就說覺得設計挺特別 會考慮買來收藏的 有錢幣專家就估計渣打這次的新鈔票 熱潮不會及得上去年發行的奧運紀念鈔 這個很有 渣打推出的$150鈔票 會不會吸引到市民買呢 很特別 這個標誌 還有這個有香港的地圖 好過其他人 其他人沒有香港地圖 這個很重香港那種感覺 那種味道 像玩大富翁那些錢 為甚麼 因為它很藍 不像一般的那些銀子 錢幣專家估計 四連張和三十五連張會特別受追捧 目標價低於四連體的 肯定三倍以上 他舉例 去年中銀發行奧運紀念鈔 內地就有很大需求 所以這次渣打紀念鈔會不會被炒高 都好看內地市場 但估計熱潮會爬不上奧運鈔票 你是一間商業銀行 即所謂150周年紀念 我認為意義不是太大 至於賣280元的散裝$150鈔票 黃義申說由於已經給面值賣貴百多元 最多都只會被炒高兩成 錢幣專家又說 今次發行100萬張新鈔票 其實數量都挺適中的 令新鈔票不會太流通 亦都不會太罕有 在這裏的報導就這麼多 加分給兩位 謝謝